陳佩琪今天最新的臉書是告訴你 他幾個重點 他說已經成年了 兩度自己走進銀行去開戶 那佩琪 很多被詐騙集團騙錢的人 也是自己走進銀行去把錢匯走 所以兩度去銀行開戶 不能證明什麼 而且開公司 本來叫公司負責人自己去銀行開戶 這個是規定 你沒有辦法請其他人去 所以我覺得你今天 最初來串供的話 真的不要挑戰檢察官 因為其實這個案子 我們平常聽講 如果就算他真的是 用人頭開帳戶 經營公司 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而且陳佩琪因為他沒有前科 所以最後搞不好 最後就是一顆八斤 認罪其實也是滿新的 而且搞不好就是一顆八斤 對 但是你要這樣硬拗的話 就逼得檢察官 或是有人非得用貪污自罪條例的 利用植物榨取財務去檢舉你的話 那就是七年以上 高宏安七年兩個月 顏寬恆七年四個月 前面兩位前輩 兩位學長跟學姐 已經在那邊示範告訴你 這條罪是可以判多重 柯文哲他們這一家人 就是明目張膽的 利用媒體專訪的時間在串供 我覺得他真的是 知法在玩法 他們會這樣講 一定是有高人指點 我懷疑是有律師指點他們 說應該這樣講 應該 這樣會過關 會過關的沒事 但是就如同我剛剛一開始講 其實這中間還是有很多的漏洞 天網恢恢 數而不漏 如果你們要知法玩法的話 最後最終 我認為你們真的會被罰網給束縛住 因為你這個動作 如果說你只是 陳貝奇講的 回到初中 如果你像你今天所講 你只是想退休之後 開一家公司 那你 其實你九月就退休 有差那兩個月嗎 那我先請教晃哥 我是這樣的 因為 佩奇的文 感覺好像是在一個 什麼樣的 召喚之下 文瘋批扁 那內容實在是差太多了 從鮭魚體變成鯊魚體 我簡單的講說 他其實一開始 這一篇的時候 大家不是在笑說 他講8月9號 他說規劃退休之後 有意願要開小草咖啡廳 那因為公務人員 不可以當公司負責 所以先用別人的名字開公司 等到九月退休後 換自己來負責 因為地面不好找 他解釋的巨細迷移 為什麼要找在這裡 我是什麼樣的用意 什麼樣的想法 說得清清澈澈 結果 這個事情 已經講到說 有法律上面的責任了 他隔天的po文 他講 好啦 那我是有犯意 沒有犯刑 是不是可以重慶量刑 也都講到這裡了 但是重要的指令在於 昨天柯文哲講說 那個不叫做人頭 那個叫做父母太疼愛小孩 幫忙設公司 幹嘛什麼的 今天生日就不一樣了 內容就完全不同了 他說 我跟你講 我兒子是自己 走進去銀行開戶的 取這個名字 因為叫做智瑶 那個傳媒科技公司 也是跟他的所學有關 請問你犯了哪一條法律 我兒子自己開的 我兒子出了錢 前面講的跟後面講的 完全對不上 這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今天生日 佩琪多了一歲 所以多長了一歲的智慧 所以找到了 想到了新的藉口 其實很明顯 柯文哲昨天出來受訪的時候 就帶風向了 就表示一家人 已經串供串好了 但是我先告訴 柯氏一家人 因為現在連兒子可能也牽扯進去了 檢察官不是笨蛋 你們還是有很多漏洞 但是我不告訴你 因為我再告訴你的話 你們又會串供 你們還是會有漏洞的 那檢察官 我覺得他們在 不斷的在挑戰 檢察官的耐性跟底線 如果我是台北地檢署的檢察官的話 我一定會主動分案來偵辦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在嘲笑檢察官 哈哈哈哈 你看吧 怎樣 我串供完之後 你就拿我沒轍了吧 我就是開人頭公司怎樣 但是我翻供了 好 先不管這個暗中出供 在這個案子裡面 能不能夠成為最後的證據 但是呢 今天如果假設 禮拜一有人到台北地檢署 去案例申告 控告陳沛齊什麼呢 貪污自罪條例 利用植物榨取財物 因為陳沛齊應該有領 北一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醫師的不開業獎金 據我所知 北一的醫師 幾乎每個 聯醫的醫師 幾乎每個人都有領 因為不開業獎金 其實他加上去 是蠻大一筆 可是他這個公司 感覺目前 應該還沒有錢進來 這樣也算嗎 有沒有錢進來 要查了才知道 而且即使沒有錢進來 也算 因為你已經在 經營副業 就是兼職 叫做兼職 他那個一個月 是四萬五千塊獎金 對 他的不開業獎金 其實蠻高的 因為當時就是鼓勵 他們不要到別的醫院 去兼職 所以如果有人 去案例申告的話 台北地檢署 就必須要分案爭辦 那就很簡單 請聯醫提供 陳佩奇領不開業獎金的證明 然後再去查 這家製搖公司的 所有的帳戶往來 因為我們現在查到 這家公司的資本額 叫十萬 但是事實上 這家公司 現在帳戶裡面 多少錢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陳佩奇今天最新的臉書 是告訴你 他幾個重點 他說已經成年了 兩度自己走進銀行去開戶 那佩奇 很多被詐騙集團 騙錢的人也是自己走進銀行去把錢匯賺 所以兩度去銀行開戶 不能證明什麼 而且開公司 本來叫公司負責人 自己去銀行開戶 這個是規定 你沒有辦法請其他人去 所以我覺得你今天 最初來串供的話 真的不要挑戰檢察官 因為其實這個案子 我們平常聽講 如果就算他真的是 用人頭開帳戶 經營公司 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而且陳佩奇 因為他沒有錢科 所以最後搞不好 最後就是一顆拔金 認罪其實也是滿新的 而且搞不好就是一顆拔金 對 但是你要這樣硬拗的話 就逼得檢察官 或是有人 非得用貪污制罪條例的 利用植物榨取財物 去檢舉你的話 那就是七年以上 高宏安七年兩個月 袁寬恒七年四個月 這個前面兩位前輩 兩位學長跟學姐 已經在那邊示範告訴你 這條罪是可以判多重 柯文哲他們這一家人 就是明目張膽的 利用媒體專訪的時間 在串供 我覺得他真的是 知法在玩法 他們會這樣講 一定是有高人指點 我懷疑是有律師指點他們 說應該這樣講 應該 這樣會過關 會過關的沒事 但是就如同我剛剛一開始講 其實這中間還是有很多的漏洞 天網恢恢 數而不漏 如果你們要知法 玩法的話 最後最終 我認為你們真的 會被罰網給束縛住 因為你這個動作 如果說你只是 陳佩琪講的 回到初中 如果你像你今天所講 你只是想退休之後 開一家公司 那你 其實你九一月就退休 有差那兩個月嗎 真的沒差 好 你說 現在變成說 是你兒子要開公司 那我就問你嘛 那你兒子 要不要叫你兒子 自己出來講一下 他到底要開什麼公司 他想做什麼 因為這家公司 很奇怪 他設的地址 就跟 木可 跟柯文哲智庫 是在同一個公司 如果你兒子 真的心情想要 闖出一番事業來 那照理說 不會把公司 設在跟智庫 跟基金會 在同一個辦公地址 你通常很多公司 設在同一個地址 大概基本上 要嘛就是那種商務大樓 要嘛就是這個公司 只是一個名義上的公司 那事實上 這個公司做什麼業務 還是你兒子這家公司 會跟木可公司一樣 唯一的客戶叫做柯文哲 那你現在開太晚了 因為那大塊肉 人都乾掉了 一次選機 那一定是 義務反顧拼很多次 義務反顧 不羈押一次也可以 也就是說下一次選舉 已經是兩年以後的事情 你這家公司 在那邊擺兩年 然後兩年以後 才有第一筆生意進來嗎 我覺得不太可能 所以這家公司 真正要設立的目的是什麼 我認為 他就是未來檢察官 要調查的重點 如果這個案子 到地檢署去的話 因為這家公司的 成立的時間點 跟他設立的地址 其實非常奇怪 更重要的是 這家公司的負責人 唯一的負責人 是柯文哲的親兒子 那你說兒子的公司 開在爸爸的基金會的 同一個辦公地址 然後這個負責人 現在人不在台灣 然後是有媽媽出面 承認說我要開人頭公司 發現東窗事發之後 還說不是 是兒子要開的公司 我唯一參與的是 跟他討論公司 要叫什麼名字 你們在家裡的事情 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又沒有去你家監聽 也沒有監看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陳佩琦 你三講四老幾 沒關係 其實如果以檢察官的角色的話 其實檢察官希望你多講 因為你說越多 老膠越多 對 你越容易露線 因為這件事情你心虛 你如果不是心虛 不會七天換三種說法 賈克文則是四種 對 那代表你心虛 那心虛必定會有破綻 好 好